孙权造金台 要让陆逊登台拜帅 江东历经三世 从孙权的父亲孙坚 一直到他哥哥孙策 这个仪式也没少举行 都督元帅也没少拜 你像什么周瑜啊 鲁肃 吕蒙啊 可以说拜过多次 哪一次也没有像陆逊 今天这么隆重这么气魄 孙权是大巨文武 今儿可要当众 授予陆逊兵服令箭 假结月 全都安排完了 孙权站到台上 往下传令 请陆逊陆伯言 登台拜帅 随着这一声令下 在整个这个金台秦后左右 可以说不下万人呢 不仅些文武啊 几乎是沾点边的官员 今天都到 也不单独的都是孙权手下的官员 还有好多百姓 在远处熟的梁棚那儿眺望 有的翘着脚 撑着个脖子 瞪着个眼那儿看 有的这个头不行 搬了把椅子 站在那椅子上看 还有的背着老的 扛着小的 大家今天都要看看 我们江东新败的这位大帅是谁 随着孙权的传令 陆逊在文官看责 看得了武将 徐胜丁凤的陪同下 可以说像众星捧月一般 拥处着这位陆伯言 登上了金台 这时会儿这金台上下呀 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了 大家千百双眼睛就盯着这位陆伯言 等陆逊站到金台正中 孙权的身旁 冲着孙权一动手 众人这么一看 有人认识陆逊的 还有多次见过 还有今天第一次见的 第一次见陆逊的人是大多数 不管文官也好武将也好 这些人这么一瞅啊 哎呦 都泄气了 怎么回事 我说今天咱们吴主孙权要拜的这位大帅 是男的是女的 怎么瞅着像个大姑娘 这位今儿个拜大帅 这不起哄吗 他能够保得入江东吗 我看他拜帅不合适 相亲倒蛮可以 走的奶昔如果要一相亲准能相忠 这位相貌确实很出众 长得是真俊真美 是小孩啊 哎呦 是个文弱的书生 有些人 看看那些东吴的老臣 以张昭为首 雇佣不至 都把头低下了 你要挨着他们进了侧耳戏听吧 都有叹息之声啊 看来这些位这气呀 谢得更大 鲁迅站好了 孙权这时候这才把兵符令剑 白毛黄月授予了陆伯燕 尤其这黄月就那战金大斧子 那可说明问题了 这黄月到哪儿就等于孙权 欲驾亲临一般 可以说这是把征伐大权 全都交给了陆迅 大家一看 这位文弱书生 怎么没动地方 动什么地方 这时候陆迅应该结果印寿 焚香拜印 陆迅没拜 这些人哪知道 还没完事呢 等什么呢 上防保健 孙权明白了 急忙由泪下把青龙剑摘起来 往手里这么一拖 孙权自己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呀 结果我这口青龙剑 我怎么会觉得他好像增加了好几倍的分量 拖到手里觉得这么坠手 这么沉 当然沉了 这口剑要是交给陆迅 那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他 这口剑也可以说是象征着孙权的霸业 就是说他把一切权柄都交了 而接受权力的这个人呢 并不是一位相长三头 尖声六倍履历过人的镖区大汉 而是一位文若书生 您想孙权这上方剑在手里头 怎么能不沉 你是离着远哪 离近了仔细看 那孙权捧剑的双手 微微有点发抖啊 他把剑捧到陆迅的面前 陆迅伸手刚要接这个剑 孙权把手又抽回来 薄言 估今日把上方剑授予将军 从此后 可以内孤主之 可以外将军制之 这几句话虽然说的声音不大 可是台下的百官 听了一个清清楚楚 孙权在说什么呢 捆你那呀 那捆就是那城门那门弦 就是这城圈里边的事 由我来办 那么这城墙外边的事 我就全交给将军你了 就是说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 以及荆州等地所有的疆土 我都给你去支配了 我作为无国之主 我从此绝不牵扯你 绝不干扰你 这时陆迅是焚香败剑 把剑接到手里 转身交给了捧剑官 陆迅身边 左有捧剑官 右有捧应官 呵 这一下子这气氛就变了 当然 位置变了 今天的陆迅 陆伯言 已经成为了江东三军统帅 大都督 可是就在陆迅接见的这一刹那 下边的文官武将心情觉得非常沉重 怎么回事 大伙担心呢 咱们当年江东的大都督 那可是周虞周恭敬呢 曹曹 领八十三万人马 乍成百万来去江东的时候 那周虞由浦阳湖赶来 授权之后 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丈大的也漂亮 以少胜多五万破百万 杀得曹操曹梦德 是望风逃窜 我江东第二任大都督 鲁肃鲁子敬 在子敬都督掌权那时候 咱们江东是太平无事万民乐业 真是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多太平 鲁肃之后的吕蒙 吕子敬 白衣渡江七夕京州 杀死了威震华夏 关于关云城 哪任都督也没吭糊 他们都为江东立下过汗马功劳 今儿个主公把这都督帅印 交给了这么个漂亮小伙 这能行吗 这个 可就在陆逊一街上方见这时候 不论是文官是武将 暗自打了一个冷战 是不寒而栗呀 为什么 主公孙权 可真是下了决心了 这把宝剑 这把宝剑就等于是江东霸业 交给陆逊了 这陆逊的身分倍增啊 威风也大涨 你听他话不听 不听掉钱 你这脑袋还要不要了 人家仙斩的后灶 这些人刚要议论等等 怎么了 听 咱无主在封官呢 是吗 大家测耳咱们一听可不是吗 光给兵赋令箭就算完了 还得封几个官衔呢 孙权呢 带陆逊为江东三军 大都督 硬护军 镇西将军 竟封楼侯 封了侯了 封侯就了不起啊 那当然了 那就是尽绝了 列侯啊 当时在汉朝那时候呢 那是公大者十县 小者十厢庭 这楼侯可不小啊 比庭侯大多了 庭侯管多的地方 十里地啊 十里为庭啊 十个庭的地方 才算是一个乡 今儿个孙权 封陆逊为楼侯 这楼在哪啊 这楼是个古地名 他的固址啊 在现在的江苏省 昆山县东北三里多地 你甭管这个县城大小 这地方怎么样 这地方就属于这位侯爷的了 那就全归他了 分毛裂土吗 所以说一进封侯爵 那就了不得了 孙权刚刚加封完了陆逊 这时台下兵炮齐鸣 颅骨悬天 万众昏乎啊 反正这大面得亮过去啊 按道理说呢 应该放假三天 悬灯结彩 大吃一通 现在没那功夫 刘备眼看就打到这儿来了 还哪有功夫玄灯结彩呀 陆逊接受兵符令箭之后 他手捧上方宝剑 当即拜别孙权 亲统人马 令徐胜丁凤为护卫 马上出师啊 兵笨休停 来聚刘备 这时候前敌的那些东吴大将 韩当周泰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呢 咬着牙 在那儿挺着呢 刘备的势力太大 可真有点滴滴不了了 但是韩当周泰 这些人都是江东三师老臣呢 他们想好了 我们就与城池共存亡了 只要有三寸气在 绝不能再退后一步 再退也没地儿退了 咱也对不起主公孙权 对不起江东的父老啊 咱就在这儿咬着牙盯着吧 现在好在还有点精神支柱 是什么呢 韩当周泰 几位老将也听说了 说现在主公孙权正在积极挑选能人 要拜这位能人为大都督 马上就要来领兵接应咱来了 这前敌的江东军校 听着这个消息之后 心里稍微还踏实一点 咱们江东有救了 不要紧了 就看拜这位大帅是谁吧 韩当周泰正等着呢 文书到了 大帅没来先到文书 那当然呢 他们得领人去接去 韩当周泰接过文书来这么一看 当时就傻了眼了 韩当看着这文书啊 一个劲的叹气摇头 哎呀 这有哪行啊 这怎么了这是 主公是吃醉了酒了 还是让西蜀人马给吓糊涂了 周泰一听怎么了 韩将军 文书上写的什么呀 哎呀 周泰将军你快看看 咱江东完了 说完了 他把这文书摔的摔案上 周泰赶忙把这文书接过来这么一看 哎呦 这位周将军俩腿一软呐 噗通 坐那儿了 韩当说的一点儿不假呀 江东未有 这可真完了 怎么我们判了这么些天 像判新庆 判阅令 像九汉 判时宇一般 判到今儿个 嘿嘿 我主孙泉 拜了这么一个年幼书生为帅 让他到萧厅来聚西蜀留呗 他哪儿抵挡得了哦 这是个娃娃呀 这不是写字画画 这是两军打仗 不用说跟西蜀开战 这位陆逊都都要是来了 他站着往对面一瞅 一瞅人家西蜀炸的这营 他就能下个半婚呢 这可怎么办 咱江东这晚了吗 这不是 韩当瞅着周泰 周泰看着韩当 俩人是嗨声叹气 韩当吩咐一声 来啊 白酒 干嘛 以酒交仇 咱们先喝吧 这酒还没等摆上来呢 看报来报 大都都陆逊人马已到 请将军出营 您得去接去 韩当一听啊 我不去 告诉周泰 你去接 你说我脑袋疼 感冒了 韩当一琢磨我这么大的岁数了 我在江东立下过无数战功啊 现在两臂已经斑白了 怎么着 让我去接这么一个小书上 我这张脸望哪哥啊 另外他有什么本事 他能退得了刘备吗 周泰一听 哎呀 韩将军 您不能不去呀 您知道咱们两个全在这 哪能我自己去接 那时对这位陆都都不尊重 这还是小事呢 您没听说呀 主公未败陆逊为帅 造起金台 亲授节约 交给陆逊上方保健 人家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 据说是主公孙权亲口说的 捆以内主公主治捆以外 一切听从陆都督的指挥 咱们怎么能够怠慢 韩当点点头 好吧 我不是接陆逊 我这是接咱家主公孙权 来 点炮 相迎 炮声响过之后 原文外摆开了鼓乐队 吹吹打打 韩当周泰并马而行 走了一段路 中军官提醒请二位将军下马吧 您看都督已经来了 汉当周泰涅的鼻子 甩灯离安下了马了 两个人一边一个往道旁这一站 举目远望 首先看见的是那年帅子旗啊 这根大道旗真漂亮 宝蓝色的大道旗啊 是飞龙兴奉 红飞火样 陆逊把关系儿全都写在上面了 江东三军大都督右护军 镇西将军 龙侯正当中一个斗大的路子 打旗的小孝不是一个人 得俩人打的 一人打不动这旗子比一般旗子大三号 喝 汉当一看周泰心说要瞅这杆帅子旗吗 还是真够威风 周泰用手指了指那意思 你别总看那帅子旗 你看那两扇门旗没有 这两扇门旗也与众不同啊 两扇门旗上绣着两行金字 是一肤对联 上帘写着三千社稷归屋主 下帘是异图华谊 熟江东 哎呀 汉当周泰把胸扶一挺 看来我们这陆都督有点气魄 啊 光看这门旗啊 这天下可就归我们江东啊 是 俩人敢忙马前十里 陆迅传令 此处不是讲话所在 到营内大帐中续话 上帐里边弹去 二将敢忙插手答应 他 与此同时 韩当周泰抬头这么一看 两人又贴气了 咱们这位都督怎么生了个女相 嗨 周泰看了一眼 韩当心里说你别胡思乱想了 男生女相必有贵样 咱们伺候着吧 等着人家陆都督的马过去老远 他们这才上马跟随来到了中军打仗 当时陆迅是勒鼓声仗 鼓声响过 所有的武将全都到 智力于两旁 陆迅吩咐一声把十七条五十四展 高高悬挂 这大仗外边的白毛黄月就够瘆人的了 再把这十七条五十四展往那一挂 众军校一看 每个人心头都暗暗打了一个冷战 这十七条五十四展可太厉害了 五十四展就是五十四款 那触犯了哪一款都得砍头 这十七条是慢军 欺军 谢军 横军 清军 贪军 妖军 雕军 监军 盗军 探军 背军 雀军 乱军 监军 碧军 悟军 碰上哪个字 都没命 您说这将校们能不紧张吗 这时候都督陆逊已经秉正归了坐了 他首先把上方宝剑悬挂在身后 这更甚人哪 韩党周太两个人都商量好了 只要是都督一升仗 就得向都督陈述军情 按现代语言来讲 得详细汇报 咱们俩谁说合适 周太的口齿比韩党好 韩党让周太说 现在看都督已经归了坐了 众无将上前参拜 参拜已毙 周太这才站在率案前回禀啊 说是西蜀刘备 御驾亲征 率领七十五万人马 以黄中黄汉身为先锋 带领了他的两个侄儿 观星张包 大队人马杀出魁冠 现在占我无尽数百里啊 把我们这地方占去了好几百里地 我们的大将军潘张马忠 以及甘宁甘兴霸 皆死于刘备之手 就连投降我们的弥方富士仁 还有那个范江张达 全都让刘备给杀了 现在刘备兵进了萧廷 尤其严重的是 刘备派人马包围了伊林 主公的侄儿 孙魂孙安东被困在伊林城 里无粮草 外无救兵 目前刘备声势十分浩带 不知都督怎样救出孙魂 以退西蜀之兵 往都督早尸 量策 你拿主意吧 哦 陆迅点了点头 以挥手 干嘛 请周太归班 然后陆迅冲两边的军校 一共守 列为将军 主上命我陆迅为大将 都军破属 军有长法 公兵等各一遵守 为者王法无亲 勿至后悔 我素知孙安东 深得军心 同时 他伊林城中的粮草 也能维持数日 孙魂绝对能够守住伊林 不必担忧 也不用派人拿去救 待我破西蜀留背之后 他自然会平安的走出伊林 散账 说完之后 陆迅都督回寝帐 休息去了 您再看那帐中 所有的将校 连一个洞窝的都没有 大伙全愣在这了 完了 周太将军滔滔不断的 向都督说了这么一大气 最后咱们这位都督 两句话就完事了 第一告诉我们军法无形 第二呢 说是主公的职儿孙环 在伊林不会有危险 因为他深得军心 说是粮食还能够维持写日子的 等把西蜀留背打退了之后 他自己就会从伊林出来 这不废话吗 这不是 那么您倒说说怎么破留背 我们以为一声仗马上就派将 感情就这么三言无语完事了 您问问我们听明白了没有 您就转身进了寝帐了 干嘛去了 画画去了 嘟嘟画画去了 咱们怎么办呢 咱也别在这戳着了 回咱自己的帐篷吧 这些将校刚要走 探马来报 刘备 讨厌